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白白利尤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又是一期关于长发男问答的视频啊 开微博超话点评 然后现在我是在我家门口的一个小公园 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也打算出来给大家录一期和以往 不同的一期视频吧 再开头简单的说一条 流长发最根本的核心秘诀是什么 这个叫做要有耐心 简单来讲你就让他再让人家流长就好了 实感都交给时间就好了 千万千万要有耐心 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好咱们开始咱们今天问答环节吧 这位叫联邦军超级驾驶员 他说白白白白我发际线正常 但如果经常眨头发 然后往后拉会不会拉高发际线 这个就跟我上期视频讲过的一样 如果扎头发经常扎头发扎得非常紧的话 确实有掉头发掉很多 然后会增加你掉发的这个风险 所以咱们一定要给你的头发 一定的自由的呼吸时间 有时间让它披散一下 不要老整天扎得特别紧 我喜欢扎着头发 尤其是热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也得提一下 好咱们来看第二个小伙伴 这个叫风暴 老哥啥时候有空能不能出个古人发际 素发的教程视频来看看 冰妈用那种也行哈 不过冰妈用那种头发也就很长发 古人这个发际跟现代人还是有区别的 现代的扎法丸子头啊 还有这种马尾辫 都是比较简单的 古人我看尤其是女性啊 她们这种发际的编法 还有这种带环的呀这种丰富多呀 必须得深入地去学习一下 才能知道怎么去扎 而且尤其男性的话 好像是以头顶的顶级为主 其实具体的还是得去研究一下 再研究一下 等将来有机会啊 了解了以后 咱先跟大家 好 下个问题啊 这个叫愿生如下花般绚烂 她说因为之前留的三七分 现在想留长发 是该全剪掉还是直接留呢 不管是什么分头 不管你是短发 还是中长发 想留长发的话 直接留就好 除非你是某些特殊的这种发型 比如说锡纸汤啊 比如说黑人头啊 或者是只留前面那种背头 两边和后面拳都推上去的这种背头 你可能需要锡纸汤 你把这个锡纸部分剪掉 或者是背头长度差异实在太大 可能就造成不和谐 不是很好看 所以有的人可能忍受不了 你需要可能把前面剪掉一点 其实这个是因而异的 因为有的人他能忍受 最终你要做 何种选择 反正取决于你自己 按下一个小伙伴啊 这个叫卓然天成 他说UP我想问一下 小绿群热血高效那个发型 是两边剃短没错 但是后面需要剃嘛 我现在的状态是后面有大概一半是短的 但是上面的头发盖下来盖住的 我最终目标是小绿群那样的 该怎么弄 小绿群这个发型我看了一下 他头发应该是前面比较长 然后后面 这个后面是到脖子这个位置 然后两边是推上去 所以呢要留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要留一起的 就是一次性你留长 然后两边也留长 然后前面上面后面都留起 去理发店去找Tony老师 把小绿群的掌描给他看就行了 他知道会怎么做的 还有个办法呢就是边留边修 你只保持你上面前面刘海 和头顶上的头发的长度 然后保持两边推上去推短 然后后面的长度 你控制在脖子那个位置就好了 这个可能过程就会比较麻烦 你得经常去理发店修 所以具体用哪种方法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 自己继续选择了 再一个问题啊 你叫林欣云 发肌线较高的话 适合留长发吗 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适合不适合 女生发肌线一样有高有低 但她们还不是大多数人 都留着长发吗 同样短发你也会有高有低 而且过高和过低 短发同样也会带来 负面的不好看的这种感觉啊 难道你也不留短发了吗 没有说长发是绝对适合哪种特征啊 非常茂盛啊 或者是非常柔软 或者是发肌线必须得非常平直 或者是不高也不低 总而言之就是 只要你有头发 不脱发 没有任何疾病的话 你就可以留 Glavi 然然 嗯 是什么拼吗 我反正按照普语来念了 Glavi 然然 老白老白在留长发期间 我该存在有掉头发的情况 那我应该怎样保养我的头发 要吃什么或者用什么产品吗 这个不要紧张 是正常自然现象 当时我开始留头发的时候 我也发现我掉了很多头发比以前 我感觉自己是真的要吐了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发生 看我前面有一期视频 是我亲自数了一下 我洗头的时候 没有掉多少根头发 结果掉了这些一根两块 然而到现在 我头发并没有细数的迹象 而且依然感觉很牢涉 不用担心 但如果真的身体上有什么毛病 你再去吃什么 或者是用什么产品的话 其实这个来不及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就是养成良好的坐席习惯 然后吃一些健康的食品 这个是最好的保养 我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叫扑克大塔 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有点抑制性皮炎 有长发爱不爱 唉真巧我也有 我这个其实是 这种头皮湿疹 好像跟抑制性皮炎是一样的吧 就是这个位置 经常会发痒 这个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你得经常抹药 不好的地方就是 抹药不是很方便 因为它并不影响到什么脱发呀 这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人能帮你抹药的话 你就留吧 好 下来咱们看看微博超话吧 现在男生流长发 微博超话这个话题 已经有了3497个粉丝了 阅读量是195.7万1231个帖子 没什么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 这个叫云漆南木 这一小撮长到病脚外的毛发 是胡子还是病发 就是统成病脚呗 病脚我觉得它是 用你的这个落腮胡 胡子部分和你的头发 相连的部分 除了它胡子也行 除了它头发也行 每个人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它是直的 有的人它是卷的 像我这块就是偏缺 所以对流长了都必要麻烦 我反而是通常把它都是剪短 流长了会一直去远 再显得不精神之后就会碰起来 显得脸特别特别大 我觉得剪得比较精神 这个原因 那看下一个 葛奇最Q 而外婆和我 我心急头发长得慢 可我真的急啊 虚发五个月了 怎么会这么短 我好在意 我实在是愁太久了 五个月这么短 确实有点慢啊 不知道你是从多久 不常开始流的呢 应该是寸头吧 以现在这个常步来说 如果是实在受不了的话 可以去修一下 做缓冲吧 这现在也挺好看的 要自信 大家再看下一个 这个叫回火帽的券 近一年一直想把两边 和后面的留起来 留的一长留忍不住紧了 这个糊子很有心 我能擦 全都连起来了 连并糊子 我就插这个位置 到下巴这个位置 就差那么 这个位置不连 曾经一度很羡慕 就不见到一块儿 但是现在也还好啦 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这样我就也错了 这个叫希望带号能解锋 发量少 发力先高能行吗 当然可以的 如果想留什么 是不是问题 况且我看你的发线一步高 还行吧 我看就四只左右 然后颜值也很能打压 又对了 不要怕 要有自信 说了很多遍 一定要有自信 不要怕着怕哪 干就完了 Lanking 还是Lanking 开始续长发的第四个月 准备进入漫长的尴尬期 附上两张刚洗完时的诡异造型 发现帅哥一眉 我感觉长得有点像羊羊 你这留起来 你会很帅气的 这个叫瓜子76352 大佬们我距离碗子头 还有多久啊 我从光头到现在四个月左右 消灭零恢复 在这里来回复一次 我看你这哥们 从光头到现在这么长 生长速度应该算蛮快的啊 所以我斗胆的小猜一下 估计半年吧 我估计半年你能差不多能 能查起来 东悬科两年多的虚发过程 请不要败于现实 最后又发现 因为是小帅哥 两年多的头发跟我差不多 长度跟我也差不多 他最后一句话说 非常好 请不要败于现实 应该指的就是 留长发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阻力吧 家人啊 工作啊 朋友啊 还有你自己 其实留头发 某种程度 也可以看作是自己 历练的一个过程 设立目标 不惜一切代价 最终达到更实现它 这样的男人 干啥是干不成呢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继续 永远在这个微博超发里面 发帖 然后有问题 可以在微博里做 或者是 B站 更无言 还有油管 只要平台里过留言 为尽可能回复大家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